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周日在接受德国焦点杂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中程导弹,可以打到俄罗斯,已经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 因此,莫斯科应该有兴趣让中国参与新的裁军条约。 当被问及,在美国和俄罗斯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后,现有的中导条约,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及中国是否有可能会被纳入该协议时。 冯德莱恩表示,莫斯科可能有兴趣将北京纳入某种裁军条约中。 他说,因为正如俄罗斯的导弹,对欧洲构成威胁一样,中国的导弹,对俄罗斯也构成了威胁。 对于冯德莱恩的说法,俄罗斯国家杜马防务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山大谢林表示,声称中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需要确凿的证据。 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基尼尔扎哈巴罗夫则对,冯德莱恩的说法更加怀疑。 他认为,这位德国部长的宣告,不过是空话,并指出中国的导弹,没有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威胁。 俄罗斯武装力量前总参谋长有礼。 巴鲁耶夫斯基大将则表示,德国国防部长为什么突然间如此关心我们?也许他只不过是做了个噩梦而已。 我相信,中国的导弹再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威胁。 俄罗斯媒体还指出,德国国防部长突然表达对俄罗斯安全的担忧,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 然而,在莫斯科和西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他的动机变得更加清晰。 尽管冯德莱恩没有直接呼吁俄罗斯,主动与中国打交道,但他的宣告表明,他欢迎莫斯科这样做。 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当然更方便提出这个问题。 将中国拉入新的裁军协议中。